一天平均有40万人 在使用的东京GR车站 地底下居然藏着一个 神秘的巨大空洞 前阵子日本知名主持人塔摩利 替NHK拍摄节目时 意外在地底下发现 这个不为人知的神秘空间 空洞就在金陵GR东京车站旁的 国道1号正下方 有两个宽约6公尺的空洞相连 空洞的上方是马路 下方是行人穿越道 他就夹在正中间 却一直没被人发现 居然没人知道这个空洞做什么用 东京地下铁调查后发现 这很可能是1965年 地下车道计划的一部分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启用 也没有留下文献记载 而且连一个正式的输入口都没有 所以就被遗忘在地底下 长达50年 东京地下铁表示 这个神秘的地底空洞 不会造成安全疑虑 但究竟是为何而见 到现在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接着 正好报道 对 正好 对 正好 对 正好